影槍 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那年 不济而遇 充满浪漫解议 你说 希望我会 永远陪着你 去看最美的風景 留下我們的痕跡 這是愛情 我曾經傷心 又是一個語氣 和你 不再聯繫 也許 已經有人 替我去愛你 你曾說 烏雲散去 天空就會很美麗 而我的眼中 全部都是你 以後的彩虹 終於沒錯過 你在另一頭 看到了 會不會想起我 當夜子被風吹落 當星空每次閃爍 你會不會找到 我們一起 許願的那一刻 雨後的彩虹 讓思緒翻涌 在你走以後 我的世界 變得好溫馨 穿過擁擠的人群 當自己是個透明 多幸運 有餘定 遮住的美麗 你會不會想起 讓你走 媽 慢慢等好久了 來 快坐 坐 媽 伯母 聽洪季說 您最喜歡吃四川火鍋了 所以我特意選了這家口碑很好的 請您來嘗一嘗 你這聲伯母啊 我可受不起 那點吧 伯母 您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喜歡吃的 剛剛 怕太晚了您會餓 所以我就先點了幾樣 也不知道您有沒有什麼忌口的 如果有的話 我馬上讓他們去點 就這麼隨便吃點吧 來 等一下 我媽最愛吃這個 好 來 伯母 來 給您 我們家也不是非得講究什麼門當戶對 但是呢 洪季還是個孩子 他需要找一個能照顧他的女人 陳小姐 我知道你是個好姑娘 事業也挺有成就的 肯定不籌嫁的 可我們家的洪季跟你確實不合適 媽 你 伯母 我和洪季一定會努力的 家務那些可能我現在還不行 但不代表以後不行啊 與其為未來不可預知的事情擔心 還不如 珍惜好眼前人 曼曼 為了你我會改變我自己的 這個案例我覺得還不錯 可以作為下週培訓的案例 還不錯 還不錯 前段時間 你爸 跟我打聽了你的近況 我跟他說 你有一個同居的男朋友 他就跟我要了他的電話 你知道的 鄭敏維他是我們的客戶 我有的是辦法 可以拿到他的電話 所以你就給了 我承認 我 確實有報復心 安然 他們今天晚上好像約了喝酒 我女兒啊 叔叔 我肯定好好照顧妳 你 我女兒啊 就要讓你好好照顧了 好的叔叔 我肯定好好照顧妳 不顾他 你知道我和然然他妈 离婚的事吧 安然提过一点 我就是曾经 做了一件不好的事 把一个家给 给搞没了 我和你家 你今后一定要对然然好 如果你不对他好 我肯定 快去 叔叔 我肯定会收拾你的 你没事吧 叔叔 我还没事 快 我还没事 我还没事 不管他说什么 你都不要放在心上 他这个人 根本就不能为自己 说过的话负责的 其实他也没说什么 就一直说 觉得那个时候离开家 是做错了 其实有的时候 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不 也算是 为接下来的事 开了个头 太晚了 你先去洗澡吧 一样 你先去洗澡吧 你先去洗澡吧 How much 还要吗 艾燕姐 艾文 你好好巧啊 要不我们一起吃吧 来来来 好啊好啊 过来这边坐 艾文 没想到艾文约会 也会来这么节地气的地方啊 其实她很居家的 还会用专业工具通拿筒的 是不是像那种打气筒一样的气氛啊 艾文 你也经常把厕所给弄堵啊 无语 能不能不要说一些让人无语的话啊 对不起啊 我还以为 艾文你也会和我有一样的烦恼 好神奇哦 我去个洗手机 刚好 我也想去 一起吧 你俩常在这儿吃啊 吃啊 这边又好吃 价格又实惠 感觉你俩还挺务实的 可是 都是茉莉在陪着我吃货 完了 房子的首付还在攒呢 真想早点结婚啊 你情历不错啊 茉莉很努力 相信你们俩很快可以攒到房子 艾文你语气和口吻 真的很像被安然姐附身了一样 突然被一个男孩子这么鼓励 真的感觉好受麻烦 感觉艾文最近变化好大啊 变得好有人情味哦 对了 我觉得艾文最近好像在秘密策划什么东西 你俩是遇到什么快乐的事情 这么开心 老大刚刚在厕所里面对了 我在厕所里跟他说了一下工作的事 就对我说那个 吃东西 对了 你刚刚在洗手间的时候 跟吴玉谈了什么呀 吴玉也提了一下买房的事 我就鼓励了他一下 那有什么不能说的 有点 肉麻 你看吧 他们就说啊 谈恋爱会越来越像对方 我之前还不信 现在看还真是 所以你是在说我肉麻咯 对呀 还把我给带坏了 不过综合起来 还是你像我比较多 越来越优秀 明明是你像我比较多一点 你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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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戒指 有我好看吗 好 等我等得累累 恭喜你成功说服你妈统一我俩的事了 做我未婚妻的感觉 是不是还挺不错的 还行吧 妈妈 来吃饭吧 谢谢 然后呢 后面的话没了 我们吴大帅哥不是号称情场浪子吗 对于情话应该是张口就来呀 没有 那些都是不走心的 配不上 没关系 一辈子这么长 我可以陪你一起走心又走身 那走吧 我们回家 走吧 放我下来 你好 你最近都死哪儿去了 越多越不少 出国玩了几天 登登 战利品 好大的罪 求婚了 他妈同意你们俩了 上一次吃了火锅之后 他妈还在微信上面给我点了几个赞呢 应该是有被我的诚意所打动吧 就算他妈真的不同意 我总不能和吴宏记分手吧 道足且尖 加油吧 不过我才想起来啊 有些人 不是说还没玩够绝对不结婚吗 吴宏记带我去跳伞呢 在几千米的高空上跟我求婚 换你 你能拒绝啊 不过也是 你要是拒绝了 他估计就要送安全神了吧 你 不过说真的 要是没了新鲜感怎么办 吴宏记那么可爱 肯定不会没有新鲜感 就算生活比较平淡 只要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的 怎么 我只是突然很嫉妒你 拜托 你也很快乐 我还早着呢 不过说回来 半娘红包打算给我抱不上啊 安然 我们还是好姐妹吗 你现在跟我谈钱 哎呀 说 礼金给我多少 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去挑漫漫他们结婚的礼物啊 周六吧 周六我不用加班 你觉得他们结婚会不会太突然啊 还挺突然的吧 我之前一直以为 宏记三十之前不会结婚的 其实早点定下来也挺好的啊 不过定下来啊 也会失去一些个人空间 本来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失去一些东西啊 你的意思就是不要负责任务 你确说的什么话啊 之前不是你说的吗 等两个人都决定好进入人生的下个阶段以后 后面是让它顺其自然地发生的 是啊 好 其实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对了 我觉得艾伟最近好像在秘密策划什么东西啊 我看你不再练习也许 已经有人替我去爱你 从最下面开始话 你从穿乌云散去 天空就会很美丽 而我的眼中全部都是你 吃吃看 月后的彩虹 让思绪翻涌 在你走以后 我的时间 我都吃吗 这是我跟大厨学的 既不清晰 一不一碗 好好吃 慢慢吃 多吃一下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接了一个无人机表演活动的策划 今晚彩盘 你过去看看 给我提提意见 好 一切就续 准备开始 一切就续 准备开始 放它在听着 听见你回答说 不是呢 你偷偷的 那么真实的 悄无声息留下你的颜色 吴风 一颗心还亮着 它是我的诚客 付付诚诚就像一首歌 唱着你呢 悄无声息 呢 说不清的颜色 温柔的眼援 说实话 我很惊喜 我一项的一项所 但不意外 所以 安然小姐 你愿意给我这次结婚吗 但是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婚姻不是恋爱 我随时 负面情绪都会爆发 很有可能会让我们很痛苦 也不一定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去面对所有不幸福的可能性 我会努力 让我们幸福 我不决定 我是不是有最好准备 你现在有一分钟考虑一下 我 祝我们好运 当过如做被爱的人 免得只能委屈 休息 我 别等待 就算错过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走 忍住泪 口伤情 我们 别让自己 难受 难受 忘记了 不再挥手 口水的爱 静静很长 不低头 别发现 我的错 ija 所以 真的要进入一段新的冒险旅程了吗 婚姻生活 请多指教吧 郑敏薇 我们还是分手吧 你还是不是男人 你刚才是说了什么吗 我觉得你可能 不太需要我这个男友 抱歉 可能是我还不太适应 在 可能是我不太适合你 所以 你刚才是在说分手是吗 我刚刚还以为我听错了 现在这样 是我们好聚好散 不管怎样 这个周末 佳琪愉快 谢谢 我师母 是啊 对 我 那 我觉得 我 我是坚强的 回家 我们回家 去吧 你 如果你 twice 我 你偷偷的 那么真实的 叫我声息留下你的颜色 一颗心还亮着 它是我的唱歌 浮浮沉沉就像一首歌 唱着你呢 说不清的颜色 温柔的言语吧 默默一直走一直走 回头发现只有我一个 我还在等你爱上一个人 在等你发现爱情的贪忍 明白人生就定难完成 有种脚本脚膜不能成真 我还在等你爱上一个人 明白着到底有多笨 爱一个人 倒不如做被爱的人 面对只能委屈就算 感谢观看 感谢钢